学佛一定要学山菜童子 你看山菜童子五十三餐 只有一个人没有同餐道友 如果有同餐道友 他是凡夫 他不能成就 为什么有同餐 你跟我差不多 天天看到别人过 看不到自己过 菩提道上学生凡夫就是我一个 其他都是够佛如来 那个师大愿望 离近祝佛 称赞如来 那个信德自然就流露了 为什么呢 外面统统是祝佛如来 凡夫只为一个 师法界都是祝佛如来 大慈大悲 为我变现 来警惕我 来劝告我 所以 谭经六族说过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世间没有过 只见自己过 自己才能成就 最怕的是 自己没有过 别人统统有过 这个人是地狱众生 他不是普通人 他地狱众生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是不是地狱众生 这样学佛 你才会有进步 才会有进展 你才不会堕落 你在菩提道上 这个才真正能够得到法系 才真正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决定不可以见到世间过 这个是 诸菩萨们 那一些知悟的人 这叫觉到 不见世间过 是觉到 见自己的过 觉到 如果是见自己 有过 别人都有过 那个是迷到 那不是觉到 这一点呢 同学们特别要留意到 如果我们真正想成功 要走佛菩萨的路子 佛菩萨祖师大的 永远都是肯定 自己一生最业 别人一丝毫过时都没有 请不吝点赞订阅